中国真的在购买美国农田吗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6日在一篇文章题目中抛出这样的疑问 文章称 美国多州和联邦议员正推动对外资持有美国房地产进行监管 原因是担心中国买家在美持有的部分农业用地靠近敏感地点 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有关此类说辞 中方此前已做出过回应 而在NBC最新这篇文章中 该媒体通过分析报告数据给出结论 事实上中国买家持有的美国农业用地总量还不到0.03% NBC称其查阅了提交给美国农业部的数千份文件后发现 在过去一年半里 中国买家对美国农田的购买量很少 在美国这个拥有13亿英亩农业用地的国家 中国买家的购买量不到1400英亩 并且事实上中国买家持有的美国农业用地总量还不到0.03% 不过报道说调查也揭示出美联邦监管体系对外资所有权的相关报告监管不严格 执法力度也很小 比如根据联邦法律 任何购买或租赁美国农业用地的外国个人或实体都必须在90天内向美国农业部报告交易情况 然而有些交易多年来都没有上报 其中一则案例甚至超过20年 还有交易在媒体披露后才向美政府报告 NBC称从历史上看 美国13亿英亩的农业土地中仅约3.1%为外国资本所持有 且几乎一半都是森林 美国农业部记录显示 这4000万英亩外国所持土地中的三分之一归加拿大资本所有 而中国买家所持有的土地不到40万英亩 不过报道还声称 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服务局数据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农业用地份额正在增加 并且外资份额增长速度也在加快 从2011年到2015年 每年平均增长80万英亩 而从2015年到2021年 每年增长220万英亩 美媒此前多次炒作 中国购置美国农业用地 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说辞 在中国外交部2月10日主持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内的美国多州 正在考虑禁止中国公民 在美购置土地、住房或任何房地产 并声称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多年来 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 为促进美国的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宁表示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的言行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